这就是咱们家空调 制冷效果 制热效果差的原因了 今天收了两台空调 其中这台一看年份就特别长 不懂级别的 这台我就不打算搞了 直接废品出 而这一台年份就比较近 我比较相忠 但是它特别特别的脏 看一下 全是灰粉面子 接下来我就把它的全台清洗方法 分享给大家 视频有点长 记得点赞加收藏 拆卸这台空调 咱们首先拆卸这台空调的下半部分 把它扒开 卧槽 哎呦全是灰粉面子呀 看一看 然后继续把这个过滤网给它抽出来 哎呀全是灰一样 现在继续把底下这个支撑拆取下来 然后是感温探头 然后继续把这个风纹的挡板拆取下来 看一下这里啊 它是有箭头的 往右使劲 使劲一转 它就下来了 接下来继续拆取风纹的固定膜膜 把风纹拆出来 看着边缘上啊 有的时候就不好出来 咱们就拿手掰着它点就可以了 这样呢 这个风纹咱们就取出来了 接下来呢 咱们拆卸这台空调的电机 为什么拆卸电机呢 因为这台空调哪哪都是灰尘 咱们需要大拆大洗 现在咱们把固定膜拆下来 然后底下线到这里呢 也会有两颗固定罗织 这样呢 这个电机就卸下来了 接下来咱们拆卸这台空调的上半部分 现在只是要往上一提 这个上半部分都拆卸下来了 现在继续把这个接收器拆卸下来 把它拿到一边 然后继续呢 把左右摆风的扫电机给它拆卸下来 这个全半部分咱们整体就可以拿走了 接下来咱们继续拆卸电源盒 我的妈呀 看看电源盒里头这些灰尘 看看这个窝壳里头 这些灰尘 看看我的手 看看我的脸 然后把这些线相对应的插件拔下来 OK 这样这一堆咱们就可以拿走了 最后继续把电机的插件拔下来 这样呢 这个电机咱们也使下来了 接下来继续拆卸这个护板 然后试着整个电脑板都去楼 咱们继续来到空调的顶部拆卸上盖 现在把表冷气的固定螺丝拧下来 然后这个表冷气 咱们就可以把它拆下来了 看看这台空调的后边 哇塞 这就是咱们家空调 这种效果 这种效果差的原因了 通过我这样打拆空调 是不是觉得这台空调内部结构非常的简单 接下来看我如何自己 不大家对 现在这台空调就已经全部清洗好了 来看一下 是不是非常的干净 如果你没学会的可以多看几遍 有想了解加点清洗的可以随时自信我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关注我带你了解不一样的加点清洗